古诗词朗读 杨柳之词 海海爸爸制作 此诗作者为刘雨昕 刘雨昕自孟德 海海爸爸推测 其名当取字上书与共 与希玄规告绝成功 此刘子自传详细记载了作者的经历 此次传也自称起为中山晋王之后 因此和三国的刘备是同宗 刘雨昕和柳宗元是智友 两人都参加了王淑文主导的政治改革集团 后来顺宗因为酒病 让位于宪宗王淑文改革失败 刘雨昕处为连州刺史 图治京南 右边朗州司马 这次贬官道南方的一个意外收获 是让刘雨昕接触到了大量的南方民歌 刘雨昕因此创作了祖诗 竹之祠 柳之祠 插田歌等 这是其中的一首 杨柳之祠 唐 柳宇曦 城外春风吹九旗 行人挥昧日昔时 长安墨上无穷树 唯有垂阳管别里 唐人绝具精华 杨柳之词 盖己骨横吹曲之 折杨柳 其词拖曳杨柳以写离情 或感叹圣衰 不可做单纯永无诗侃 快来关注订阅我吧